这个是一个62岁的一个老年男性的 体检发生左右对一个磨玻璃节节 这磨玻璃节节是纯磨玻璃 都比较小 大概五六毫米 从去年12月份跟今年最新的对比 没有明显变化 但是我们看一下右边右中叶这个节节 边界还是很清楚 边界这个是这个节节 边界很清楚 里面有个空泡 看得像个圈圈戒指一样 那么六毫米左右 今年也没变化 密度大小都没变 考虑还是原位这一类的可能性大 然后左边胸膜下呢 有一个很小的 这个大概三四毫米 也是个纯磨的 可能不点心真身或者原味 都可能真的 所以我建议 因为一年的都不变化 节节又小 又左边右边都有 所以我建议继续观察 这种节节呢 它基本上没什么危险 不伸整 或者它是惰性伸整 如果没变化 我们可以一直观察 可能十年八年不变 这不是你十年八年都很好吗 很完整嘛 做了手术多多少少有损伤 所以就跟它一起 有的人说叫带节节 或者带流伸 所以都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我认为不能叫做带流伸 这种节节的话 它就是在睡大觉 一年了根本没变化 左边这个也没有变化 所以很安全 继续观察 就是每半年做一次检查 万一哪一天 它现在微微有点变化 微小变化 那也是 做手 有变化在做手术 和现在做手术 是效果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又可以不做手术 又很多年不做手术 对自己没损伤 那是这样的 今天继续